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价格游戏》 副标题是如何巧用价格让利润翻倍 确定商品价格对于商家来说十分重要 它关系到能否获取利润 进而能否在市场中生存 教科书上说 价格由价值决定 随着市场需求上下波动 这无疑说到了价格的本质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价格现象却是十分复杂的 消费者通常难以衡量商品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而且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信息不对称 对未来的预期 以及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影响 《价格游戏》是一本专门讲述定价策略的书 对价格原理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剖析 作者通过讲述自己朋友的真实案例 教商家如何利用消费者心理 将定价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击败潜在的竞争者 获取最多的商业利润 本书作者利考德威尔 是英国价格策略咨询商艾龙公司的创办者 和首席咨询师 该公司为英国财政部 英国广播公司 伦敦电力公司 格兰特威士忌公司等政府机构和企业 涉及定价策略 提供营销建议 大部分客户都在艾龙的指导下 获得了20%以上的收益增长 下面我将通过三个问题 为你讲解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如何给一款新产品定价 第二 产品上市后如何进行价格竞争 第三 商家如何利用价格策略促进销售 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 如何给一款新产品定价 作者的朋友麦琪推出了一款新产品 巧克力茶壶 这款一次性茶壶是由一层薄薄的塑料制成 茶壶的内壁喷涂粒层巧克力 茶壶里放入不同口味的小茶包 使用时将热水冲泡进茶壶 内壁的巧克力渐渐融化 与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巧克力逐渐融化 茶的味道慢慢进出 消费者可以享受不同层次的味觉体验 就是这样一款新产品 该如何来给它定价呢 通常的做法是成本加利润 先算出产品的成本有多少 再加上合理的利润 就是产品的价格 那么一只巧克力茶壶的成本是多少呢 首先原料的成本并不高 生产茶壶所用的塑料大约需要5遍式 巧克力6遍式 茶袋大约3遍式 另外茶壶的包装大约5到10遍式 加起来原料总成本大约就是20遍式 但是生产茶壶不仅需要原料 还得用到各种机器设备 比如注塑模具 喷涂巧克力的机器等 机器设备的成本 加上维持生产线的运行成本 总共超过30万英镑 这些都会分摊到每只茶壶的成本中 具体分摊多少 取决于茶壶的销量 如果只能卖出去10只 那么摊到一只茶壶上的成本 可能高达3.6万英镑 如果能卖出去10万只 成本可以降到3.79英镑 如果卖出300万只 成本就只有31遍式 由此可见 不同的销量之下 单只茶壶的成本差异巨大 而我们无法预知 最终能卖出去多少茶壶 所以就几乎不可能精确计算出 一把茶壶的成本 因此用成本加利润的方法 不一定能算出合适的售价 那么应该怎么来确定价格呢 方法是先定位后定价 作者认为 产品的价格应该根据 他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 而非成本来定 对消费者的价值越大 产品的价格就越高 但消费者往往很难了解 一款新产品到底价值极许 他们通常会将某种关联产品 作为价格参照物 所以商家应该把新产品 与另一种消费者熟悉的产品 建立联系 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格预期 比如 如果把巧克力茶壶放在超市 和速溶咖啡摆在一起销售 消费者会认为 茶壶的价值跟速溶咖啡 类似比较低廉 但是 如果将茶壶放在咖啡店销售 消费者就会认为 它与一杯限制卡布奇诺价值相当 从而接受更高的售价 也就是说 每一组竞争产品都有属于它们的价格区间 如果你选对竞争产品 然后相应地做出市场定位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售价 从而提高利润率 如果选错了定价区间 那么就会被束缚在低价市场 对于大多数新公司而言 最大的危险不是高估 而是低估了自身产品的价值 往往会走低价策略 支持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 新产品进入市场 如果面对的是像可口可乐这样品牌熟知度 和忠诚度很高的产品 那么除非你的价格低得多 否则你无法通过低价来争取到顾客 这时通过巧妙定位 另辟蹊径 也许更有可能成功 比如 移民秘鲁的英国人林德利和他的妻子 利用本地出产的几种草药和其他调料搭配 推出了一种黄颜色 略带菠萝味道的饮料 为了迎合秘鲁人的民族感情 他们将这种饮料取名印加可乐 印加可乐将自己的品牌形象 同有机食品联系在一起 主打有机健康牌 其销售价格比可口可乐高出了50% 并在秘鲁成为了国民饮料 可口可乐尽管使出浑身解数 还是屡次败下阵来 只好选择收购 并保留其品牌和口味 差异化的策略在定价中也十分重要 所谓差异化 就是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商品 制定不同的价格 我们仍以巧克力茶壶为例 麦奇调查的四位顾客 他们愿意出的价格分别是 40便士 99便士 1.15英镑和2.1英镑 我们可以算一下 如果定价在40便士 那么只能得到1.6英镑 白白损失了另外三位顾客 愿意多出的部分 如果定价在2.1英镑 则前面的三位顾客不会购买 则只能获得这2.1英镑 定在99便士和1.15英镑 也同样如此 如果我们设计出不同的产品 定不同的价格 分别吸引这些客户 就可以把这些顾客的钱都赚到 想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为不同顾客 创造不同的产品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用一般的包装 吸引愿意出99便士 和1.15英镑的顾客 用简装 吸引愿意出40便士的顾客 也可以生产高品质的 奶油巧克力口味茶壶 或者利用高端的品牌形象 吸引那些愿意出 更高价的高端客户 好 以上我们主要通过 巧克力茶壶的例子 说明了产品的定价远非成本加利润那么简单 产品的成本与销售量密切相关 往往难以估算 而且顾客对商品价值的认知也非常主观 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 给一款新产品定价 首先要考虑对产品进行定位 并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 商品推出之后 价格游戏还远未结束 下面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 产品上市后如何进行价格竞争 首先让我们看看怎么巧妙的提价 产品上市之后 想要提价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产品一经推出 就会在顾客心中形成一种价格记忆 即便是幅度很小的提价 都有可能会让顾客不爽 无论你的涨价理由多么充足 要想涨价 最好是想办法对产品做出一些改变 让顾客不能在新旧产品之间直接比较 这叫做重构价格 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改变包装尺寸 价格没变 但是分量却缩水了 或者添加额外的产品特性 比如推出一种新的口味 价格也涨上去一点 另外一种就是先提价 然后再打折 让顾客感觉到价格没变 过一段时间就按涨上来的价格销售 频繁的调整价格也是一种办法 价格每天都变 让顾客记不住 不知不觉中就把价格涨上来了 商家需要小心应对顾客的反应 不只是短期反应 更要看较长期反应 如果造成销量大幅度下降 则要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销售升级也是给产品涨价的形式 先来看一下通过搭售其他商品 来实现销售升级的办法 比如 人们在喝咖啡的同时 习惯同时吃一些饼干 蛋糕之类的甜点 那么 在销售巧克力茶壶的同时 就可以搭售一些甜点增加收入 因为 即使我们不出售甜点 顾客也可能会从别处购买 为什么我们不来赚这个钱呢 在销售一只1.99英镑牛奶巧克力茶壶的同时 在他旁边 放一块价格1.2英镑的巧克力饼干 如果和茶壶一起买的话 饼干就只要75便室 相信很多顾客是会来一块的 除了搭售别的产品获取额外利润外 攀高支也是一种销售升级策略 这种方法需要找到一家公司合作 该公司的产品或服务与你的产品有关联性 但价格远高于你的产品 比如 巧克力茶壶公司与航空公司合作 推出了一款高端的茶室鸡尾酒 在飞机上卖9英镑 调查发现 消费者若在机票上花费超过100英镑 那么多花个9英镑自然就不算什么了 这时需要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 把茶壶的价格融入整体消费中去 比如对于搭乘头等舱的旅客 机票里就已经涵盖了茶壶的价格 这能有效减少人们对于茶壶价格的关注 前面说的是涨价 但如果有竞争对手降价怎么办 打价格战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 避免价格战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的产品在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塑造一种高端产品的形象 这样顾客就不会轻易拿你的价格跟其他人做比较 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面对竞争对手发起的攻击 最好不要直接降价 可以采取三种策略来应对 一是实施促销优惠 这样既守住了自己的价格 也给顾客让了力 可以降低他们改用其他产品的概率 二是提供退货保证 如果是一种新产品的话 实行退货保证的办法 能够向客户证明 我们对自己产品和服务的信心 促进销售 三是推出小型或简化版产品 这种方法事实上并没有降低价格 只是通过数量缩水或包装简化来降低售价 这样竞争对手的低价策略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前面讲了商家之间的价格竞争策略 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价格游戏 进入本书的第三部分 商家如何利用价格策略促进销售 这里作者介绍了价格参照 销售诱饵 同伴效应 禀赋效应 捆绑销售 提供赠品 延迟付款 等一系列策略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商家如何运用价格参照法 对顾客进行价格锚定 顾客对产品价格的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会形成他们对产品的心理价位 作者讲述了麦奇进行的一个实验 在巧克力茶壶的直销店设计两个出入口 第一组顾客从北向南走 看到的单只巧克力茶壶价格由低到高 先是1.3英镑的 然后是2.55英镑的 再后面是较贵的6英镑的 第二组人从南向北走 看到的巧克力茶壶的价格则是相反 从高到低 最后的销售结果显示 第二组顾客要比第一组顾客多消费了60% 当顾客刚走进店里时 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一只巧克力茶壶的合理价格应该是多少 这时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 如果顾客在评估巧克力茶壶价值的时候 看到的第一个价格标签是1.3英镑 那么这个数字就会烙在他们心中 随后看到的一切高于这个价格水平的商品 看起来都像昂贵的奢侈品 从而降低了购买意愿 但如果他们所看到的第一件商品标价是6英镑的话 他们潜意识里会认为 6英镑就是这类商品应该的价钱 于是2.55英镑看起来就很合理 而1.3英镑就十分便宜了 太过便宜的东西容易让人起疑 而且人们已经学会了偶尔享受一下较贵的商品 所以这一组顾客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较贵的2.55英镑的巧克力茶壶 这就是价格参照法的神奇作用 是最能影响商品价格的策略之一 有时候商家会使用销售诱饵 作者举了一个自己购买相机的例子 他在商场中看了两款还不错的相机 一款是尼康 待机时间长一些 性能也相对高一些 售价329英镑 另一款是索尼 性能虽然没有尼康好 但是比较轻便 售价也低一些 285英镑 由于两款相机各有特点 作者拿不定主意 这时销售人员拿来了一款去年的旧款尼康相机 性能没有新款的好 价格却比新款的尼康还高出10英镑 很明显 没人会选择这款老款的尼康相机 但作者却真的在他的影响下 选择了新款的尼康相机 而不是那一款索尼相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们很难比较在不同属性方面 优势各异的两种产品 顾客不太知道 一台便携的轻巧索尼相机好 还是一台电池续航时间较长的尼康相机好 但是新款的尼康相机在性能上肯定是好过老款的尼康相机 价格还便宜了一点 当然就选这台新款的尼康了 在这里 老款的尼康相机就充当了价格诱饵 它的作用不是把自己卖出去 而是为了促进新款尼康相机的销售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购买行为中的同伴效应和禀赋效应 人的购买行为具有一定的从众性 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特别是朋友的影响 这就是同伴效应 基于对朋友的信任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朋友的推荐下买一些东西 在今天的网络销售时代 这种从众行为更为明显 我们上网买东西 总要看看产品的销量 以及他人对这款商品的评价 一个知名的带货主播一次就能销售数亿元 这些都是同伴效应的巨大作用 另一种就是禀赋效应 人们往往会觉得 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好 更有价值 实验证明 人们对拿到手里的东西估价 平均要高出20%到50% 因此商家的一个策略 就是让顾客在做购买决定之前 就能先接触到产品 现在让顾客适用产品的做法 其理论基础就是这种禀赋效应 捆绑销售也是商家经常使用的策略 捆绑销售的好处在于 它可以降低单个产品价格敏感度 试想 如果市场上有一款产品 同你的产品很相似 那么顾客就不会关注 你能给他们提供多少价值 相反 他们会关注你的竞争者 给这一产品的定价 并希望你们把价格都降到最低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 让消费者无法进行价格对比 而捆绑销售是最好的办法 手机套餐是一个典型的捆绑销售的例子 移动运营商提供的基本服务 都是通话功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如果只计算电话服务费的话 那么消费者就很容易的对比价格 然后选择便宜的运营商 于是各大移动运营商就提供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套餐 将通话 短信 上网流量 彩铃 来电显示等混在一起 并制定各种复杂的使用规则 让你搞不清楚内容更没法计算费用 只能根据直觉或者习惯做出决定 除了捆绑销售 使用赠品也在销售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背后的道理除了人们占便宜的心理 还因为它可以减少顾客的购买决定 比如在网上订购一件商品 你要另外支付送货费 买一辆自行车 同时要买车索 安全头盔等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顾客需要做出两个或几个购买决定 然后再加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 如果你能在产品中增加免费的赠品 去掉其中的一两个决策过程 顾客就比较容易做出购买决定了 亚马逊公司对于超过一定价格的订单 在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免费送货 而在法国没有实行 需要支付一法郎的运费 这笔费用对大部分商品来说微不足道 然而就是这笔一法郎的运费 却对销售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他们在法国也提供 免费送货服务之后 销量有了显著的增加 现在对于中国的顾客而言 免费送货已成为理所当然 而且商场或电商经常会附送一些赠品 虽然价值有限 但对于促进销售作用却是巨大的 从口袋里掏钱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是用明天的钱为今天买单 或是用他人的钱买单就轻松多了 分期付款和延期付款 就是用明天的钱为今天买单 这是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销售策略 任何能够让顾客选购高价商品 而又不必付现款的销售方法 都可以刺激顾客的购买欲 同时降低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 销售汽车家具等大宗商品的商家 尤其擅长辞到 他们用提供免息贷款的方式 吸引那些原本不会购买的顾客 而且还能够让他们支付更高的价格 试想 如果让一个顾客一下子掏出899英镑 去买一款沙发 他可能会选择继续用旧沙发凑合一些时日 但如果是今后三年时间内每月付38英镑 而且一开始的两个月还不用付钱 那么顾客就很有可能购买 因为顾客会想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享用好东西呢 所以虽然并没有少花一分钱 甚至可能还会多花的钱 但未来的痛感更容易被人合理化或忽略掉 另外一种情况是顾客用他人的钱购买 比如孩子们对玩具的价格并不敏感 因为他们花的是家长的钱 玩具的价格不是最重要的 让孩子们玩得高兴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企业购买行为也是花别人的钱 因为对于企业采购人员而言 为企业买东西与为自己买东西还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为自己买东西可能会把省钱放在第一位 而为企业买东西首先考虑的不是花最少的钱 而是要买到领导或同事最满意的产品 所以在争取企业客户时要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 比如企业通常要把几种同类商品进行比较之后 才会做出购买决定 这通常是企业采购的一个必经程序 因此你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证明 选择你而不是其他人是正确的 另外企业一般不贷款购买 延期付款政策对企业并没有吸引力 利用参考价格或诱饵产品 对企业购买行为的作用也不大 对于企业的采购人员来说 怎样采购能够让企业领导和同事满意 什么样的指标和统计数据对他们说服董事会和股东很重要 这些使商家更需要重视和准备的 讲完以上这些内容 你是不是觉得商家套路太多了 总想抬高价格算计我们消费者 其实作为商家 通过研究消费者的心理 并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这是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行为 一方面 厂家没有义务让价格尽可能的低 厂家的义务是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和价值 另一方面 厂家没有足够的利润 也就不能投入进行技术更新和新产品开发 当然了 如果搞价格欺诈 恶意误导消费者 那就属于违背道德和法律的行为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作者在书中帮助商家 理清了定价中的重要问题 以及适合的定价方法 详细分析了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的心理因素 并将商家的销售技巧和竞争策略合盘托出 尽管其立场是站在商家的角度 本书的副标题 也是如何巧用价格让利润翻倍 但是这本书也可以帮助普通消费者 认识到价格现象的复杂性 从而做出合理的消费选择 好 价格游戏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brauchen大家见识 cardi 请讯到 敛 GM 如果ía辛迦的消费 在知名节不ini 修复 栦 你 ossa